炒 炸 蒸 煮 是中华料理的基本手法 为了增加滑顺度 不浪费酱汁 勾芡也为许多料理增添风味 会给食材会亮丽以外 这些就可以来做蘸酱 甚至说 你今天多做了一粒的小面包 你就可以直接蘸来吃 这是一个生法 不过勾芡常用的太白粉 如果不小心吃太多 可能会影响你的健康 勾芡的料理的话 通常它含有的热量跟糖 还有盐都比较高一点 还有油脂都比较高一点 太白粉就是精致的纯淀粉 常见的原料有素薯 马铃薯等等 但对玉里之罗部落的居民来说 葛玉金才是他们天然的古早太白粉 而且连残余的纤维质都可以使用 葛玉金粉本来就是天然的东西 做面包 馒头 还有做饼干 就比较适合加这个纤维 这都膳食纤维 因为它可以促进肠胃褥动 葛玉金又称粉薯 除了是原住民以前食用的作物之一 也可应用在中草药的食疗领域 因为它白色的 中间的观念是色白乳肺 那它基本上本身的尝起来味道是干干的 然后属性比较凉的 所以可以用在一些肺肋的一些疾病 包括说感冒初期 喉咙痛的 这部分都可以用 或是说有人拉肚子的话 因为它本身有收射的作用 所以可以用 而葛玉金粉也可以做成 果冻之类的餐点 不过营养师也提醒 如果有慢性病的民众 要尽量避免 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 或是痛风患者 还有身上病患者 那他们对于一些热量要控制 还有糖分要控制 所以基本上会建议说 他们的勾芡料理要尽量少吃 民众想要吃的健康又美味 除了适量摄取 更要从食材的源头开始了解 现在进入了玉盒包的产季了 高雄大树就已遇荷包闻名 最近却是缺工缺得相当严重 农业局